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斯普拉教室要來給新手朋友們 一堂重要的基礎指南課 對於在真格模式上 相信有很多心境的朋友們 感到十分困惑 好像剛出場就回家 看不到人就死掉 看到人也打不掉 甚至可能與勝利與敗北 都在不知不覺中 由於斯普拉頓3的真格模式 其實包含了非常多層面的戰術跟考量 當然作為歡樂巷遊玩 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過今天如果你想要提升勝率 或是想要更全面的了解遊戲的精髓 也絕對是有辦法的 今天我們就來跟新手朋友們 潛談分享如何提升自己在戰場上的能力吧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圓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低廉初學者起手選定一款慣用的武器 相信大家一定都會希望選擇一款強大的武器 並且快速提升rank等級 這裡我們強烈建議大家 不要過度頻繁更換你使用的武器 初期選定好一把自己希望的武器後 習慣了該武器的射程 傷害負武器及SP過後 接著要了解這把武器的優勢及劣勢 什麼時機點遇到什麼武器很容易被擊殺 又或是哪一個武器出現的時候 對你來說相對有優勢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判斷 這裡不是強制告訴大家不能更換武器 而是在初期需要先花時間去適應武器的特性 優勢及劣勢 整個模式之中就包含了模式的規則 地圖的變化 隊伍的編程 武器之間的相容性 及戰場的臨時反應 諸多種種的因素在其中 所以我們在初期最先能穩定下來的因素 就是自己手上的武器了 第二點 如果你迷惘的話 推薦新夜射擊槍 斯普拉盾的武器種類非常多 當然一定會有困惑到底要選哪一把 如果真的不知道從何挑起 我們建議使用初始的 新夜射擊槍 新夜射擊槍的土地性能極佳 雖然傷害偏低 子彈偏移也較大 但同時機動性極高 配合飯團及防護罩 能給予前中後的隊友及時做輔助 當你在重複進行遊玩的時候 對該武器熟練度提升同時 你會發現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這把武器做不到的點是什麼 做得到的點又是什麼 這個時候差不多就可以嘗試看看 不一樣的武器了 這裡不建議新手朋友們起手使用狙擊系 刮水刀系或是攻系武器 這三個系列的武器都非常強勁 但在新手的使用上非常不容易 包含必須了解武器擊發時機 使用時的地圖走位及判斷 建議可以在遊玩過英雄模式 習慣了圖地及真格模式的規則之後再使用 第三點 使用圖地性能加的武器來協助隊友吧 大家多少應該都有耳聞過 這把武器狠圖或是哪一把武器狠圖 建狠圖是指圖地的性能好 可以在短時間內將大範圍的面積圖好的武器 圖地性能較高的武器通常傷害偏低 比較擅長拿來支援隊友的輔助心 即使對於初學者和不擅長射擊遊戲的人 也十分容易上手 那麼為什麼圖地很重要呢 我不能把人殺掉就好了嗎 對於初學者來說 進入真格模式中配對是隨機的 在八人隊伍之中一定會有老中心三種類型 在對戰過程中要能順利擊殺敵人必須具備兩點 第一個也就是鎖地 也就是搜索敵人位置的能力 第二對槍 也就是具有精準判斷擊殺敵人的能力 這兩個部分可能在有經驗的玩家已經具備了 但對於初學者來說 這兩個還是一頭霧水 所以在還沒有摸透這些觀念之前 貿然出擊很有可能陣亡 也就是俗稱的下水餃送頭 所以在戰場上 地板意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個地板也就是指我方墨水的涵蓋量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可以淺沒在自己墨水之中 當不全速前進或是不移動的時候 其實沒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哪怕只是一點墨水都有可能躲藏在其中 所以當地板都是敵墨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道敵人位在何處 此時如果你又是處於人形狀態 就非常容易先被敵人發現 然後事先準備好瞄準 接著將你擊殺 所以這邊要大家去想的是 到底是準度沒有敵人好 還是我根本沒看到的人就死掉 亦或是我看到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大多數應該都是後面這兩點 對於陣亡過後重新出發 切記時常保有懷疑的心 多數聰明的玩家都是會蹲人的 他只要在你沒注意的時候出擊 基本上我們也不用去想對槍的準度問題了 所以手要看小地圖 以及眼前的狄墨範圍非常的重要 在初學者的過程中 要有意識去留意我方墨水的範圍 時常使用附技往敵墨或是不確定的範圍丟 看看是否有人躲在其中 時常跟隨隊友並且協助他們擊殺敵人吧 第四點初學者必修重點觀念 對於初學者來說 真格開放或挑戰的節奏都太過於快速 其中包含四種模式 各個模式又有不一樣的規則 懲罰時間延長賽等等多樣元素 更何況還有隊友的應對及戰術問題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初學者 入門感到灰心跟失落 沒有關係我們現在就來一步一步分享重要的觀念 第五點 生存意識及對槍重要性 斯普拉頓3在真格模式中 不論是哪個模式都有其目標要達成 在規定的時間內死亡都會重生 但沒有任何技能的影響下 死亡到回歸場上基本上是8秒左右 所以如果不小心死亡對於戰場的推進防守 都有極大的影響 對於初學者來說 生存意識首當其中重要 首要是要先能學習大量降低死亡數 盡可能不要陣亡 接著開始嘗試與敵人對槍 對槍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我們會陸續分享各種方式 這邊先跟大家簡單提及一下 遊戲開場時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先看清楚對方的武器編程 確定好對方武器與自己之間的關係 在自己的射程範圍內 誰可以打得到誰打不到 這是一件超超超級重要的事情 有關射程表大家不確定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下載射程表 如果自己使用的是專業模型槍MG 又或是星夜射擊槍這種超爆短的槍怎麼辦 此時自己就要了解 如果沒有超靠近敵人千萬不要露出頭來 多數戰場上的死亡 除了被埋伏之外 就是被敵人的射程壓制攻擊 這就是射程管理 沒有做好 很容易導致死亡 在確定好敵方武器的編制之後 初學者建議不要與敵人正面對槍 盡量跟敵人保持側角度或是垂直 增加敵人的對槍難度 盡量以側殺或是與隊友協助擊殺 降低陣亡數保有生存意識 在前期一定可以大大幫助模式的推進 第六點千萬不要孤立無援 在斯普蘭倫中以四人形式的團隊出發 如果在戰場中自己與隊友的距離太過遙遠 很有可能造成隊伍的戰線被擊破 導致整個戰局大輸 即便擊殺很強 在兩隊編成勢均力敵的情況下 還是難以一打多風險過高 所以對於初學者來說 強烈建議不要落單 盡量將進攻及防守的接受 配合上其他隊友會是比較好的 第七點 掌握我方隊友的武器編成 如同上方講述的一樣 開場時除了確定敵方武器 與自己的武器相對關係之外 我方隊友的武器編成 也會大大影響整體戰區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我方的武器編成 沒有後排或前排的時候 自己的武器在此戰區 該如何調整打法 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第八點 盡可能與隊友配合的意識 斯帕拉頓是一款團隊合作的遊戲 這個我們已經闡述很多次了 當你到了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基本上不可能一個人贏得比賽 如何在過程中掌握隊友的節奏 與不一樣武器的編成搭配 協助隊友進攻或是防守 都會是一場比賽中至關重要的 假設如果我方有後排狙擊 那麼敵方勢必會想要先將他抓掉 這個時候有意識的留意 敵人入侵將我方的後排抓掉 如果自己手短讓手長的隊友作為掩護 自己在旁邊輔助擊殺的配合 也是一種很好的做法 當前線對槍不力 將敵人拉到後面 讓隊友輔助也是戰術的一種 這邊還要提起一個重要的觀念 千萬不要過度依賴隊友 真格開放及挑戰的配隊 雖然有強中弱的搭配 但並不是說配到段位高的隊友 這場就穩贏不輸 更重要的是自己在一場比賽中 是否能夠將自己的武器及站位 還有模式的關鍵點掌握住 如何配合高強度的隊友 以及輔助相對較弱勢的隊友 將隊伍串起來形成強大的團隊 才會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過度依賴隊友時常會導致比賽大敗 大家要切記謹記 第九點 場地的各個地形必須熟記 斯普羅倫3現階段的地圖有12張 每個地圖的模式都有些微的不一樣 地圖的掌握對於比賽的勝負 也是至關重要的 對於不同武器都會有屬於自己最佳的位置 在實戰中或是散步模式中 找到最佳的攻擊及防守位 絕對能讓你在比賽中找到強大的突破點 往往大家會習慣在康莊大道上游走 但其實每個地圖之中都會有很多意外的點 當你的路線資訊完整過於敵人的時候 你置身的機率相對也會高非常非常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斯普拉小教室 這些基礎觀念希望可以幫助新手朋友們 再前期增加一些對戰知識 這款遊戲涵蓋的技術與觀念非常多 我們會再陸續分享不一樣的知識給大家 讓大家可以更加輕鬆享受各種不同的模式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一個讚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感謝大家的收看 斯普拉小教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